出血告白 是一部网络电影的名字 新片名是不是觉得很浪漫很美美的 也确实是这样 看多了虐心的电视剧 偶尔换个口味也不错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简直热的不要不要的了 太心疼我们凤凰了 他对紧密的爱 一直都是毫无保留的 可怜这个小葡萄一心不懂爱是什么 看着凤凰那么无条件的付出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真的是太心疼了 坐在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 很多人应该都感同身受吧 虽然剧情很郁 但还是要忍着泪水看完 同时也说明了演员们的演技 还是很到位的 网络剧是近几年市场 上很流行的一个电视剧的类型 毕竟网络剧的成本比较低 在审核时也会相对轻松一点 很多刚出道不久的演员 又没有什么好的资源 网剧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说不定运气好就能瞬间走红了 对于他们而言 只要有曝光率就可以了 其余也没有那么多要求 在网剧的影线下 网络电影也层出不穷 尤其是大家熟悉的 《笔仙惊魂》系列了 已经出了好几部了 虽然没有在影院上映 但是网络播放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今天要给大家说 那这部电影就是有理智政 丁祥男 潘若瑶等人领衔主演的《出血告白》 从鲜明来看 就知道这是一部言情剧了 电影主要讲述了误打误撞 一起走上演艺之路的男女主角 潘若瑶和林若雪 却因为突如其来的车祸 走向分离的虐心感情故事 林若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潘若是一名才皇横溢的设计师 本来是毫无关联的两个人 却因为一场意外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两人因为一场意外相遇 不知情的林若雪 以为潘若和她一样 都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 因为一副热心肠时常拉着潘若接戏 因为只有自己亲身经历 故她才能明白 作为一个小演员的不容易 所以她对待潘若 一直都是这样鼓道热肠 不曾想潘若对于她的帮助 竟然一点都不抵触 还慢慢的喜欢上了演员这个职业 两人也就这样 在朝夕相处中 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毕竟每天都能见面 不生出点感情也就不正常了 相处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惬意 美好的时光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就溜走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夺走了潘若的双腿 她知道自己的演艺事业 就此画上了句号 自己的后半生或许就都要在床上度过了 她曾经告诉自己要在出雪的时候 向林若雪告白 但是此时她已经没有任何资格了 为了不拖累林若雪 她选择了离开 两人之间的感情又将何去何从呢 萧然知道她再也不能给林若雪幸福了 只是林若雪真的会这样想吗 爱情最好的样子 就是看着她幸福就好了 这部影片的演员大家应该都不认识吧 但是演员的颜值都是相当高的 在这部影片的演员大家应该都不认识吧 感谢观看